本篇为直播教学剪辑广告版 详细教学请至直播分类学习 先来个强迫工商时间 在人生的道路上 有快速通关吗 有快速离职吗 答案是有的 想要快速变成邪恶的投资客吗 我把15年来看过的风景 遇到的是见过的鬼 诗语远方都放在 晋级的投资客会员频道 想要你就去拿吧 大家好 今天4月8日 AI字幕 补录一下昨天4月7日 埃及投资客日记直播的频道 今天讲的主题是 越晃越遥 危险越多 机会越多 离开台湾越早越好 投资客一定要住新房子 离开台北已经很久了 那些年 那些年我们都是这样子讲的 离开台北越早越好 为什么离开台北越早越好呢 因为台北不具备出租的价值 投资报酬率 不管你怎么租 大概都是在 十几年前 就已经在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了 其实就不适合让你撑得久 当然不代表台北不会涨 但是事实证明呢 这十几年来 台北是涨最少的 都是涨其他的县市 为什么会涨其他的县市呢 因为台北太贵了 就这么简单 当然 如果你是一些教授学者的话 一定会有一个理论叫做资产错配 什么叫错配呢 就是说 其他地区不应该跟台北一样贵 比如说 足北怎么会有一批一百多万的 跟台北市区一模一样啊之类的啊 其他县市也差不多了 台中也有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就是太贵了吗 就这么简单 太贵了 大家买买别的地方 有成长的地方 有话题啊 不就跟炒股票很像吗 是不是什么地方有话题 人就去 人就去之后 人就会疯狂 人就是一种 有情绪的生物 人一旦疯狂 就会判命的加码买进去 买上去 就这么简单而已啊 哪有什么资产错配的问题 没有错配了 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所有的价格都是人买出来的啊 当然你不要 跟我讲 那个什么奸商啊 请代数啊 一个一个私下登录 一个一个做的爱 这个时代已经基本上结束了啊 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没有人 基本上现在没有人 很少了好 我不能说百分之一百 很少有人会去做实价登录啊 比如说电商 整批 然后先卖出一批 然后找一个代数 然后找了很多人签名 然后代数一件一件不断的登上去 这个几率很低的啊 几乎没有的啊 几乎没有哦 就是这么简单 以前有吗 哦 我没有说以前有 吼吼我什么都不知道哦 就这么简单吼 所以离开台湾越早越好 这个离开台湾呢 不是说你的人一定要离开台湾啦 像我们现在就离开台湾嘛 一直震我们 我就一直离开台湾哦 因为台湾太危险 台湾太危险 一地震我们赶快离开哦 是不是啊 留在留在台湾很危险吗 我认为很危险的啊 它本身就是在一个地震带上面 然后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房子 为什么会集中在科学园区 其实呢 如果你要说找理由的话 那我就找一个理由给你 叫做科学园区的附近比较安全 就这样子啊 很多科学园区的选址 是略过地震带的啊 是的 你不相信的话 你去研究一下啊 但是因为过去的几十年 其实也没有 除了920亿之外 其实也没有什么重大的灾难啊 地震来说 920一九二亿已经过去了 嗯 应该有二十几年了 我也不知道几年了 反正我忘记了啊 应该我应该有二十几年了 那这二十年来 其实没有什么大地震啦 说实在的是这样子 但是科学园区的选址呢 不可能选在哎 每一个地震带的上面哦 这样听懂意思 然后也不可能选在没有水的地方 所以水啊 电还有地震带 它是会挑的哦 挑没有地震带的 挑有水的地方 挑有电的地方 挑没有人抗议的地方啊 不会有环保团体 突然拿着一个花 然后种在上面 说这个是保育类的花 或者是突然出现一个什么谷之类的 哦 科学园区就不能盖了 这样子啊 不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那今天啊 就播到这里啊 接下来要转镜头了啊 因为 今天是在这个越南富国岛的第一天啊 今天就来开箱 这个旅馆啊 哎 今天是第一天吗 我想一下啊 第二天的 今天好像是第二天的 昨天才是第一天的好不好啊 好 就是这样子啊 今天天 天哦 完全搞错天数啊 不好意思啊 因为昨天不小心 一下子就睡着了 一下子就穿越了啊 那我们直接转镜头啊 转镜头 所以说 其实不动产可以住吗 可以住 越危险的房子 不要去住 你是投资客 一定要住在全新的房子里 而且越新越好 讲一句实在话了啊 其实呢 越新的房子越硬 其实呢 它的这个钢素啊 水泥钢素 或者是钢筋的绑法啊 以前 以前是这样L型啊 不知道几年之后 14921之后 它的钢筋是这样 啊 超过90度啊 它的它的规定不一样 我没有不要问我 我不知道 反正总之 我只知道越新的房子越硬 越盖越好 所以要租新的房子 比较坚固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往国外飞啊 待在国外 有时候会比你待在国内 还要安全 有时候在天上 不一定比较危险 在地上移 不代表你比较安全 好 今天就开箱旅馆的啦 这个旅馆 叫叫 叫什么 我看一下啊 叫 呃 叫什么花园的哈 哎 我也看不懂 反正就是长这样啊哈 就是长这样啊 这个灯的床头有灯 床头灯啊 这个叫床头灯 我也不知道床头灯 这样是要做什么 这个意义 意义在哪里啊 反正就是有床头灯的啊 那我们看一下户外的景色 户外的景色 就是就是黑 打不开黑 哎 打开了啊 听说晚上会去那个爱 我也不知道什么活动 反正 我出来玩 没再看行诊的了 总之就是这样子 那你不要问我 我现在为什么在旅馆啊 就是太热了 哎 就是大家就回来洗个澡 吹个冷气啊 就这样子哈 我们的这个跟团的 团体旅行 就是这么的惬意 哈哈 就是回回来的这个 洗澡啊 就是这样子 我一个旅馆的啊 就这么简单啊 越南非常的热 没事 不要来复活岛 你会复活 会复活的 烤熟啊 非常的热 三千零三十几度了啊 啊 旅馆就是长这样啊 然后 它有电扇碍 这个是少数的旅馆 会有电扇碍哦 正常来说 应该是没电扇碍 它就一直有电扇碍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它要有电扇碍啊 这边WiFi非常的强啊 网路就没什么问 提 这个门很大 这个门很大 是少数旅馆里面大的 然后啊 这边是四星 四星的旅馆啊 就是长这样 长这样 然后这个 就是这样啊 啊 门口 房间门口 就是长这样 超级大 还有内缩哦 非常大 内缩空 空间很够 空间很够 这边好像是一个度假村啊 度假村在越南富国岛的北边啊 就这样子 而且你还可以看到山 看到山 看到山看不到海 所以我们 我们明天就把它换掉哦 没有关系的 我们明天就换一个旅馆哦 看不到海不爽哦 而且这个脸蓬头的 水比较小啊 就把它换掉啊 明天就换旅馆啊 大家期待的换旅馆就来了 这边这边是什么东西啊 而这啊 嗯啊 好 这个应该是个花圈啊 就这样子啊 好 今天就播到这 拜拜 拜拜